《莎士比亞的肖像畫》 這幅莎士比亞的肖像畫 就是1856年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創辦的時候 館藏的第一號作品 其實這件作品也就確立了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他們立館的宗旨 他不是收藏偉大的藝術品的一個藝廊 而是收藏重要的人物的肖像的藝廊 這幅畫絕對是英國國寶級的肖像 他的創作年份大概推算起來是1600年左右 也就是莎士比亞還在世的時候 這個人到底是不是莎士比亞 到現在還是有很多的爭議 但是一般學界認為他應該是莎士比亞 因為我們和莎士比亞劇本的 最著名的第一對開本裡面的木刻版畫 前面就有莎士比亞的肖像 拿那個肖像跟這幅肖像比對發現非常的相似 但我們要是拿那個兩個來看 你會發現有些地方不太一樣 這個畫裡面的莎士比亞好像頭上毛比較多 鬍子比較翹 事實上這是有故事的 因為這幅畫到現在400多年了 之前的保存狀況不是特別好 在400多年的過程裡面 他曾經有過殘損 剝落 或者以前的人他們對於藝術品的修復的概念 跟現在不一樣 他們有時候會做一些所謂的過度修復 其實我們看蒙娜莉莎的微笑也是一樣 最早蒙娜莉莎是有眉毛的 現在沒有眉毛的 都是很好的例子 那這個莎士比亞的肖像 他以前的鬍子沒有這麼翹 是後來的人在修復的時候 把他鬍子畫畫畫 越畫越翹 以前他的頭髮也沒這麼多 後來他頭髮就畫得好像比較多了 比較蓬鬆了 為什麼我們會知道 是因為在大概17世紀的時候 這幅畫有一個臨模的版本 那根據那個臨模版本我們還原出來 原來這幅畫當初可能長得是那個樣子 我們現在還是可以去分辨出一些很有意思的線索 比方說這個人 他的耳朵上有一個耳環 對不對 然後他的這個臨口特別畫了兩條 這個袋子是鬆開來的 沒有打結的 那故意要去這樣表現 為什麼可能是因為這個人的身份 這個是藝術家 是這個劇場的演員或者是劇作家 總之是藝術家的形象 才會有這樣的設計 從這些小細節感覺得到這個主角的身份 那麼從這幅肖像開始後世到現在四百多年 我們對於莎士比亞這個全世界最著名的英國人 這位大文豪的想像 他的臉孔的基礎就是來自這一幅 現在他就在台南的奇美博物館 我們可以親眼來見證這張臉 這張臉孔的主角 是在台南的奇美博物館 這張臉孔的主角 是在台南的奇美博物館 是在台南的奇美博物館 是在台南的奇美博物館